刚刚我们跟大家聊过公的数学定义 是力量去乘以沿着施力方向的位移 那我们呢现在就来看一下 除了我们最熟悉的 如果你的施力方向是这样子 然后你的位移方向呢 也是平行的完全一样的的话 那么我们的确是可以直接把两者呢 乘在一起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平常拉行李的时候 是这样子斜着拉的的 有没有人很多人 你拉行李是这样拉呢 可能有对不对 那如果你拉行李的时候呢 你拉的方向是这样子 OK 你拉的方向是这样子 然后呢 行李呢移动的方向是怎么样 行李移动的位移的方向呢 还是水平 他并没有被你斜的往上拉嘛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算公呢 因为记得公后面的这个部分 是指沿着力量方向的位移 沿着施力方向的位移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一样是10牛顿的力量 然后呢我移动了 比如说是10公尺好了 OK如果我今天呢移动了10公尺 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件事情 就是那什么叫做沿着力量方向的位移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想办法呢 把整个这个位移拆解成沿着力量方向的 跟垂直力量方向的 OK有这两段 我们呢用这个红线来画好了 更有感觉 这是沿着力量方向的 然后呢我们用局限代表的是 垂直力量方向的位移 那这两段位移的 呃这个部分呢 是影响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按照定义 我们只要在乎的是什么 平行于力量方向的位移就好了 那如果今天我告诉大家 这根地面的夹角是45度 OK这个地方如果是45度的话 就代表的是说水平原本呢 你的这个距离是10 OK位移是10 可是沿着施力方向的这个位移呢 就变成只有多少 5根号2公尺了 OK 总之呢 你要把它拆解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OK这里是直角 就是垂直这个力的方向的一个量 跟呢水平 平行这个力的方向的一个量 那这两个的平方要相加等于 这个原本的这个力 原本这个位移的这个平方嘛 对不对 那因为刚好这个是一个45度 90度的三角形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应该要是5根号2 所以按照定义来说的话 如果你是斜拉这一个行李 然后拉了10公尺的时候呢 你并不是10乘于10哦 为什么不是10乘于10 原因是因为 沿着水 沿着这个施力方向的位移 并不是10公尺 沿着施力方向的位移呢 W应该要等于10牛顿 去乘于沿着位移方向 沿着施力方向的位移是5根号2 公尺 所以算出来是50根号2 牛顿公尺 所以就是50根号2 交2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遇到是斜的状况的时候 但是怎么样呢 它基本上甲角是小于90度的 这边甲角是45度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甲角 好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 甲角 这边是甲角 OK 这个甲应该是入啦 人这边两个都是人 甲角呢 小于90度的时候 会是长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有没有可能施力的方向 跟位移的方向呢 是差这个什么 超过90度的 有哦 如果你啊 在医院服务过的的话呢 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场景 什么场景呢 诶 大家不要以为你是在推老人家轮椅呢 往这个高地去 不是 这个呢 其实事实上的样子是这样子的 你是推着老人没有错 可是你要让老人呢 是要往下的 也就是移动方向是这个 这个呢 移动方向在这边 可是你知道你施的力呢 怎么样 我们是 比如说是水平施力 我们施的力呢 还是在这个方向上面 F 好 为什么呢 这样才是安全的 如果啊 你转过来 你是呢 用后面用拉的 然后要拉住这个老人家 然后这个 让重力呢 把这个老人家往下带的时候 你手不小心滑掉 这个老人家呢 就怎么样 就滑下去了 所以呢 当我们要把一个老人家 推着轮椅呢 然后怎么样 要把他送到 从比较高的地方 经过斜坡到比较低的时候 请你要 Buck 你要用倒车的方式 也就是呢 把人家的这个头呢 转到后面去 然后呢 屁股对着前方 然后这样子慢慢的 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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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比较安全 你要站在这个轮椅的后面 好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力呢 拿出来 你会发现 力的方向在这里 嗯 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 这个位移的方向呢 却是往下的 OK 我们的位移方向 却是往下 这个夹角呢 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给它是 这个150度好了 举例子 给它是150度 那这时候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 把这个位移呢 算在这个力的方向上面 简单来讲 就是你要想办法 把它算到 这一个方向上 我们写一下 我们要把它算到 这一个方向上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 出力出石牛盾 只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慢慢的 哦 顶住 这一台车子 但是呢 它也是位移向下了 十公尺的话 那么 我们要算一下 这个十公尺 它在力的方向 的分量是多少 它在力的方向 因为这是一个 三六九的三角形 OK 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那我们知道 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因为这里是三十度嘛 三十度六十度九十度 的三角形 就是边场是 一比二比根号三 如果大家 哦 还熟悉的话 一比二比根号三 算出来的代表 这个地方 应该要是五公尺 而真正的这一段呢 是多少 这一段是 这个五根号三公尺 那大家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十算到这里的五根号三呢 方向呢 还是是往右边的 对不对 还是往这边的 所以呢 其实 它要算出来 跟这个力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时候 因为 这个位移跟力量都是所谓的向量 那我们呢 前面就要加一个负号 这两个方向不同 所以就加一个负号 所以呢 我们施力是十牛盾 然后呢 位移 在沿着力的方向的位移呢 是负五又根号三公尺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什么功呢 就会是十牛盾 乘上呢 负五又根号三公尺 算出来就是负五十根号三交二 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所谓的夹角大于九十度的情形 那当夹角呢 什么 这个力跟位移的夹角大于九十度的时候 跟力跟位移的夹角小于九十度的时候 差别在哪里 差别最大的地方在于 如果是小于九十度的时候 你算出来的功就是所谓的正功 OK 你对这个物体做正功 也就是呢 你是让这个物体的能量 是怎么样 累积的 是累加的 那如果呢 你现在做的是负功的时候 就是夹角是大于九十度的时候 你算出来的值其实是负值 你做出来的功其实叫做负功 负功就是在耗损 这一个物体原本应该会具有的这个能量 OK 那有没有一种状况叫做不做功呢 诶 其实是有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很常见的 如果你提一个手提包 OK 如果你提一个手提包 然后我们当然知道你的手呢 是失利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你的手 OK 失利的方向是向上的 OK 可是呢你提着往前走的时候 包包呢 是这样子往前的 所以F跟位移 力量跟位移是完全垂直的 当完全垂直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位移没有办法 画在这个什么 力量上面有任何的这个平行的部分 没有办法呢 有任何沿着这个力的方向的位移 完全没有 因为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沿着力的方向的这个位移就是零 所以它的做工呢 就会变成什么 F 不管是多少 然后乘以这个位移是零 所以呢最后做工就是零 所以只要两者垂直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诶 这个时候呢力量就不做工 OK 所以呢我们分成这三种形式 夹角小于90度做正工 夹角大于90度的时候做复工 那至于呢两者垂直的时候是不做工 那什么东西的夹角呢 不要硬背 记得是什么东西的夹角 是力量与位移的夹角 物体的受力 你给物体的那个力量 跟呢那个物体 它的位移的夹角 是小于90大于90 还是垂直 OK 以上呢是不同的状况下 工的正负的情形